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一五零零新聞大白話 警戒疫情特別報導 我是翟軒 特報是從下午的兩點到四點播出 會為您掌握統整最新的疫情消息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請您打開YouTube頻道 在手機平板和電腦上面 一起來搜尋新聞大白話 訂閱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互動一下 還有觀眾朋友們也邀請您 可以在這個畫面的右下方 掃描TVBS新聞網的這個QR Code 可以下載我們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疫情消息 我們就先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知識媒體人羅有志 大家午安 還有前立委郭正亮稍後會加入我們 而我們其實今天看到這陸陸續續 還是傳出說老人這個猝死的消息 但是現在有些人就在講 我們看到其實是王任賢醫師 他有去講到了這件事情 說當初如果這個三千萬劑的這個BNT 如果沒有破局的話 其實我們就少了四百死 因為今天的死亡人數是已經來到了四百八十七人 如果當初這個BNT是有成功的話 是不是今天我們就不會走到這樣子 好像沒有選擇的這個地步 其實他就有講到 他的內容當中講說 如果當時那個BNT 他其實還在沒有EUA的階段 其實是一個現貨市場 但是等到他EUA之後 到了現在已經是變成了期貨市場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掌握他到貨的這個時間 已經也不能掌握他的價格 已經是一個賣方市場 不是臺灣可以決定的 為什麼我們臺灣會走到這一步 而現在看到這個第二批的莫德納 也要來臺灣了 陳時中感覺上蠻得意的 還有有一點故作神秘 那種感覺說 因為記者問到他說 你很敏銳 當然我們政府是有準備的 這個又要到貨了 但是怎麼分配 大家也是拭目以待 可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只有這樣子 苦苦的等著各地 可能我們訂的少量的疫苗到貨 或者是等著一些美國或日本 這樣捐贈給我們 我們就沒有這樣的選擇權嗎 這作家楊兆 他當時這一篇PO文 其實說出很多人的心聲 在日本人家就是為了要避免 造成社會公平性的問題 所以他們其實是放棄了 政府是放棄了被認為效果較差的 這個AZ疫苗 甚至有一些日本在地的人 他們都覺得說這樣捐贈AZ疫苗給臺灣 真的可能有一點道德瑕疵 因為就是覺得我們自己不打仗 捐給人家好嗎 其實他們在地也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反過來看我們臺灣 我們當然感謝日本 就是感謝他們給我們AZ疫苗 可是我們某種程度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就一定得要等國產疫苗嗎 就連這個FDA 美國的FDA都回函打臉了高端 因為其實我們不斷聽到中央 在告訴我們說 免疫僑接的科學是他們所認定的 但是美國的FDA 是打臉了這個說法說 這個僑接的科學地位是未定的 也就是說他們不承認 這樣子的免疫僑接做法 為什麼我們臺灣人最後會落得 這種狀況 這種田地 我覺得我們的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沒有陳時中在 順多了 真的 開始講話 因為他今天沒出現了 他沒出現 然後他應該去立法院了 可是因為他不在 今天順多了 我覺得以後應該不妨 就這樣子繼續做下去 尤其讓羅育鈞 羅副應該來講應該還比較清楚 他知無不言言無不敬 而且講得非常非常的細 我覺得這樣才實在叫發言 陳時中今天沒有了他跟有了他 我們突然發現政治語言不見了 然後醫學常識跟我們要進行的 醫事背景清楚多了 尤其羅育鈞 我真的今天我給羅育鈞按一個讚 沒有陳時中才看到羅育鈞的表現 前一天不是一直在 等下說他學霸怎麼樣 我其實很不屑 一直在那邊做人物 好像多了不起一樣 今天他的表現 我覺得他直接 我跟你講比陳時中清楚多了 他夠的分量 在指揮中心的記者的分量 絕對超過陳時中 陳時中真的可以不用來了 羅育鈞可以代替你回答任何問題 我講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們光這些東西 在這一年半來的記者會 你有沒有看到所有的醫事背景 跟我們醫療環境 沒有 沒有 這些資訊應該要在這一個場合 陳時中這口 他的嘴巴裡面講出來 可是他充滿了政治語言 每天在那邊罵 每天在那邊叫 除了這一外沒了 什麼都沒有了 剛剛你問的那些 我們這些老人死了 打疫苗 嬰兒怎麼辦 請問一下 現在所有大白話的觀眾 你知道接下來 我們應該要做怎麼辦的 給我一顆愛心 不知道的 減醫 減醫 告訴我 不知道 接下來應該怎麼做的 現在只有在 今天大家所有的 為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每個人都說 沒有 我們現在要解剖中 我們現在要做病例的調查 也是張善淳 跟陳時中差不多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沒有相當的 病理研究什麼 不要每天都講這些給我聽 到真的 該要還是靠羅浴君 各位 在疫苗因為我們太特別了 新冠疫苗太特別了 通常一支疫苗大概十幾年 才能夠完成 可是新冠超越我們人類的極限 我們短短的一年半 我們就創造出疫苗 而且用的是我們才成長不到 四五年的技術叫mRNA 所以不確定性 我跟各位說 超級高 哪怕人類的技術進步到這個地步 這兩個不確定的因素 一個時間太短 一個mRNA又是一個非常新的技術 兩個放在一起 所以不管AZ Moderna這些 不確定只要用mRNA技術更高 所以每次國家要買的時候 mRNA的這些公司 包括BNT這些 直接會跟你講 對不起 我不負責任 那國家就必須要簽署一個 免責條款 免責聲明 免責國家要變成老百姓 跟藥廠中間的中間人 你總不能要這些打的老百姓 然後死掉了之後 狗孤賽 對不起 藥廠說他沒辦法 你要打你就打 要不然你自己簽生死狀 現在是我們自己簽生死狀 打完之後生死各父 就像昨天講的一首詩一樣 兩忙忙 對 端午 不是這樣子 所以政府要中間做的免責 他要開始去做一些保護措施 萬一真的有 我們政府的哪一筆錢 或者保險公司誰願意承接 萬一這11 今天11 12 我剛才看好像最新13 因為打這次的疫苗 有13個老人 12個老 其中一個比較年輕 陸陸續續有增加到14 指揮中心說只有11 所以還是得要等他們認定 這14條人命請問一下 他就自認倒楣嗎 不是喔 不是喔 他是國家要負責的 當初我們去買這批 不管是人家送的 或者是人家接的 接的國家必須要有一個免責聲明 不然BNT Moderna AZ 吃不完兜得走 全世界都要去告他 要這種東西 不是像大家想的 今天每天看這些 陳時中在那邊胡說八道 你學到什麼醫學常識 沒有 連藥 我跟各位說 連登革熱這些藥 已經二三十年的疫苗 還曾經有因為有藥 因為不小心加了劑量 然後號稱他有什麼樣的療效 結果不小心造成了全世界 全世界200多個病例死亡 你知道這個藥廠 念藥的應該都知道這個 什麼藥 我不要特別去講人家的藥 這個藥廠總共賠多少你知道嗎 八百億美金 因為劑量一條 告訴你說我本來 比如說我本來是吃致感冒的 結果一條說這個可以致癌症 你還相信 結果大家人都去打 結果造成了兩百多條人命 總共賠了八百億美金 對啊 所以我們人民 怎麼可能會知道 當然是要專家指揮中心告訴我們 真的我們可以參考有依據 這真的可以讓我們相信的一些話語 可是剛剛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看到陳時中被問到說 疫苗採購進度是不是緩慢 陳時中是認了 他說的確現在進度很緩慢 就像我們剛剛上一章講的 很多人現在說 如果當初這個三千萬劑的BNT進來 我們還會看到這個487死 487個人犧牲這種慘劇嗎 小青 不能講說之前沒有人跟他說 因為早在當時要採購疫苗的時候 像包括我 很多其他國民黨 萊茵的人就主張說 我們應該要超額購買 因為當時已經在國際上 看到AZ疫苗晚到貨的情況 第一個受害的就是歐盟 所以對於AZ提告 所以我們當時就知道 如果你訂得太少 那他的到貨率又不高的狀況之下 你最後你收到的疫苗是很少的 所以你當時你就應該要超前部署 思考你的疫苗採購策略 我要訂的數量 重點在我第一劑 第二劑的到貨量 到貨率可以是多少 進來讓我的國民施打 對 所以你一定會多買 因為你買了 不代表說他會如期到貨 所以我要預估他可以到貨的量 你買越多 他是不是以到貨率來講 我到貨率我一樣都算5% 你買一千萬跟買三千萬 進來的比率 進來最後的劑量是不是有差 所以你當然你就要超量去購買 超量購買之後 這個到貨率低的情況之下 至少我們可以保障我們的國民 可以按照順序慢慢來施打 那多的部分 未來再送給其他人 或是賣給其他人 而且現在有變種 說你可能要打到第三劑 都有可能 真的是不怕多 所以完全不怕多 你看日本 他們就是採購了輝瑞的 採購了莫德納 採購AZ 因為足夠多 所以他可以先去排除 有血栓風玄的AZ 那不要了 那就看有沒有國家要 台灣現在很需要 就送給台灣 我們也很感謝日本做外交 所以如果一開始陳時中 他們可以採取的疫苗策略是這樣 今天不用坐在立法院裡面道歉 所以我們不想 我們最不想聽到的就是官員的抱歉 因為這代表你們有該做的事情 但你們沒有做到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我們過去一整年 是凡凡事事樣樣都順時鐘 好像任何一個逆時鐘的人 就被打成大逆 不到扯台灣人後腿 看不起台灣 但事實證明了 逆時鐘一整年的結果 是要什麼沒什麼 要疫苗沒疫苗 要快篩沒快篩 要PCR沒要PCR 然後病房也不夠 所以從此開始 我真的告訴大家 不要再寵壞民進黨的政府 該監督就是要監督 對 其實現在 大家都在陸陸續續等著 就是你說輪到你 你就去打 對 我們看到說 連英國的女皇都要排隊 可是我們為什麼台灣的官員 打疫苗順序竟然是贏老人家 有這樣子衍生出一個 第二類維持防疫體系運作之中央 和地方的官員 那這些人到底是誰 我們看到文倩姐就在那邊講 那你們應該 你們這些官員 如果你們排序比老人優先 那就請公佈名單 而且在這個防疫記者會上 有人問到了陳時中 陳時中的回答 他是說因為他們是替中央工作 所以他們覺得很奇怪 他說為什麼記者沒有再問他 為中央工作 可是八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為什麼會列在這個醫護人 就是為什麼他會列在老人之前 然後列在這個醫護人員之下 為什麼這些官員可以排在第二順位 這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很多人民也很想問這一句 而且我們看這個英國女皇 人家英國女皇 全球都有一定的這個地位了吧 他都要這樣子 不會因為他這皇室的身分 特殊有待遇 他照樣是排隊來接種 可是不只是這個中央官員 連海巡署的高官也要插隊打疫苗 這合理嗎 第一線的基層 五百四十三劑 沒人打到 一劑都沒打到 竟然高官先打了 你們需要去前線嗎 你們需要去第一線嗎 就連這個難檢 也驚爆說疫苗都打了 對啦 很多檢察官可能現在需要出去 有驗屍 有這樣的需求 這絕對是需要 可是不是所有的檢察官 也許有一些文書官 你們也要去跟著排在這邊打 而且其他的檢方嚇了一跳 看到楠姐都打完了 就說我們昨天才聽到說要造冊 怎麼你們的動作這麼快 這也太奇怪了吧 有這個 我賺過 文倩姐的這個 我真的百分之百 支持文倩姐的這個說法 因為你知道 翟軒 你自己想第二類 總共有13萬9千 也有人說16萬多 因為是改來改去 第二類整個所有的參與 這就是這什麼中央級地方政府 防疫人員 維持防疫人員 整個前面的四大項 維持防疫體系運作 一整掛前面那個四大項全部都是 因為這整個第二類是16萬多人 將近17萬人 那扣掉我們知道了什麼 什麼警察 實際接觸的 然後第一線海巡 暗巡 那個都不要講 第一線的我們把它扣掉 然後再加上這些官有沒有的 我跟你講至少 至少多出來的 如果我們自己認為不需要的 文倩姐跟我們這些人認為 你們這些做官的 在辦公室也不會怎麼樣的 至少有11 2萬 我加加錢檢 我扣我算10萬就好了 彩璇這10萬如果把它打到第一類 第一位只有十幾萬 第一類就是醫事人員 直接在服務這些重症 紅區 這些醫事人員第一類的 就可以滿足一個什麼你知道嗎 第一類醫事人員的同住家人 懂了嗎 這幾天大家吵來吵去的 不就是醫護人員沒辦法專心 好好上班 因為他每次弄完之後 還要回去 然後身上一堆病菌 不知道也沒有 所以開始去找旅館住 有沒有 不是還叫人家說旅館 然後爆出很多的醫事人員離職潮 這因為媽媽在南部 在什麼你回來 不要再走了 以前我們有沒有遇到過這種 有 上死的時候 以前媽媽也會離 仔細不要再走了 太危險了 我們都遇過這種狀況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公司 都會給我們一個旅館或什麼 你不要回去 先洗洗澡再回去 現在有疫苗了 如果這些醫事人員的媽媽 爸爸 同住家人 都因為這些狗關的疫苗 全部都打上去了 太棒了 所以醫事人員服務完之後 安安心心回家 媽媽我回來了 媽媽給他煮一個雞湯 全家人一起喝雞湯 他養豬的力氣 第二天再上戰場 這是我們的戰力 光第二類的這些關不用打 我們就可以補足 第一類的所有的戰力了 你不做 這個叫成本控管 你第二類的這些成本 請問一下 對我們防疫有什麼幫助 你們現在在廟堂之上 而且我第二 我跟你講 文件姐一定看到某一些東西 這裡頭的這些文件臭不可聞 絕對比好心肝更壞心肝 你信不信 說丁宜明 我相信一定想方設法 在裡頭的資料文件上面 寫出為什麼他要打的原因 比如說我們防疫會議 我們五月天五個人武漢肺炎 他曾經來跟我們開過三分鐘的會 開始照 因為他必須以什麼中人祥餐局 然後研究專關梗圖製造 對不起 一定不寫梗圖 相關的什麼什麼 然後照在上面 請問誰會去檢查 因為現在機密 陳詞中已經說他不會公布的 只要有寫就好了 備註那一台寫的梁莎莎 拿過去 來 我是丁一鳴 你 有 可以 住了 請問一下這種丁宜明 有沒有管八萬十萬人 請問一下真的是這該打的嗎 有沒有可能因為你的誰 你的誰誰誰誰誰 全部人拉起關係 因為那一張紙又可以打了 這些狗官 把它全部排除 給第一類的醫事人員打 台灣現在戰力無限 不做 你不會讓這些醫護人員 在家裡面親身 不會得憂鬱症 你不做 給這些狗官打 所以他們的思維 真的讓大家都想不懂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台大兒童醫院的院長 黃立民他就講到說 我們現在簡直是面臨到 這個新冠的疫情這一波來 是邊作戰邊練兵 但是明明我們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比全世界晚了一年來考試 這一年多 我們到底準備了什麼 專家說他看到的是這個上位者 沒有遠見 怎麼說他在這邊講 指揮中心最大的錯誤 就在於心態很保守 想藉由這個疫情的發展 來發展這個國內的疫苗 一邊作戰一邊練兵 根本是不可行的 而且關鍵就在於 主導防疫的人 他不懂疫苗 不懂傳染病 還缺乏實戰經驗 也就是說 是不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我們現在很多人白白犧牲了 小心 更可怕的事情 是不只是缺乏實戰經驗 不懂疫苗 不懂傳染病 他還拒絕一般民眾的意見 把不同意見者都打成 是在扯他們後腿的人 這是最糟糕的 我們可以看看 不管是日本 英國 美國 他們也都是在兵荒馬亂的時候 開始邊做邊學 然後一方面去應戰 但是他們有像我們打疫苗 打成這麼亂嗎 他們沒有 他們在審查委員會裡面 剛剛有在講到 英國的女王 她也要去排隊打疫苗 不是像我們台灣 第二類裡面第一點 寫說要給中央的這個防疫 相關的官員去施打 裡面到底是哪些人 不敢公開他們的資料 我們看看英國跟美國 他們要去施打疫苗 他們都要有一個審查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裡面 除了專家學者之外 他還會有公民代表 而且他們在討論的過程 是全程上網公開直播的 甚至在過程當中 一般的民眾都可以寫書面 或是口頭的意見去做表達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疫苗去施打 是有風險的 所以民眾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對於政府的判斷有意見的時候 本來就要聽到他們的聲音 換句話說台灣這件事情有做嗎 沒有 我們從網路上面可以看到 這些疫苗施打的順序 不斷的在變換 一開始告訴我們說 65歲的老人以上都是同一批 結果後來告訴我們說 75歲以上才算一批 而且中間包括醫事人員的人數 一開始告訴我們說 整個醫事人員人數是多少 33點多萬人 現在暴增到50萬人 這個差額是怎麼來的 有沒有人給我們一個解釋 中間所謂中央地方重要官員 這些官員是誰 他們跟防疫有什麼相關 為什麼不能公開 所以我非常同意文倩姐的看法 我認為政治人物跟政務官 應該要公開名單 為什麼 我們政治人物本來就沒有 什麼隱私可言 我們的財產都要申報公開給民眾看 為什麼依照公務 依照公務的資格去施打 名單不能公開 那事務官的部分 當然不用公布他的名字 他們是事務官的公務員 可是哪一些職稱公開總可以吧 不公布姓名公布職稱 這樣子的做法才是能夠讓所有的民眾知道 我前面差了哪些人 不然你每一次去更改這個疫苗的施打順序 對全台灣民眾來說都是一個道德跟人心的檢驗 因為大家這種不公平換寡又換不均的這個情緒 不斷的累積之後 其實爆發的就是對整個政府的不信任 對啊 所以大家你的意見 覺得這個名單到底應該公開 也歡迎到YouTube上面留言給我們